美国就宣布大量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 2024年乌克兰应该转入防御不再去反攻 转入防御能不能防得住还是个大问题 乌克兰似乎在上演国民党常凯申的军队1944年 以及纳粹德国1944年的剧本 大势已去难以收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比伦平 你看这次泽连斯基访问去美国 那是得到了一如既往的口头支持 但是干货方面几乎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国会不愿意在大力度的去援助乌克兰 拜登政府当然有所表示 他在他军费的机动开支和他的政府的饭头之内 他做了一些调整 给了那么一些 这总算是要给个面子 那么就在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期间 我们注意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挺值得关注的 这实际上是在对外放风和进行试探 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有所转变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 夏季攻势失败后 美国和乌克兰寻求新的军事战略 文章一开始 对乌克兰夏季的战火 是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尤其对乌克兰 对克里米亚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攻击 那是沉重的打击了俄罗斯 但是文章很快是画风一转 就转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文章就认为 乌克兰要收复其全部领土 那是完全不现实的 所以你就应该全线转入防御了 挡住俄罗斯的进攻 能够基本上保住 现有你能控制的土地 这就可以了 这样你手里就可以留那么几张牌 就在以后双方谈判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谈判地位 手上还有那么点筹码 咱们坦率地说纽约时报这篇文章 他还真说到了点子上 实际上承认了乌克兰在军事上严重的被动 对乌克兰的军事能力 几乎是接近绝望的程度了 但是美国还是需要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 并且将来拿乌克兰这件事 作为筹码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 和俄罗斯进行对价交换 如果说一旦没有了美国和西方的军援的话 他这个仗其实真就没法打下去了 而且他不是仗打不下去这么简单 那很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内部财政崩盘 这个就类似于1944年国民党政府的状况 那怎么办呢 要不要引军援券呢 你要引军援券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那么军事上不仅仅是一个军援问题 就算是有钱有军援 还能大量的提供的话 乌克兰其实还面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兵援严重的枯竭 你看现在乌克兰的女性 已经被征兵进入一线作战部队 而且泽连斯基他也公开承认了嘛 说武装部队现在只剩下60来万了 这战争消耗的呀 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体国力 人口资源就是重要的一项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 乌军那边的伤亡总数已经接近了百万 动员能力呢 已经开始出现枯竭 尤其是那些熟练的士兵 这个熟练的技术兵种 你就比如说像坦克兵啊 炮兵啊 消耗的是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这掌握下就真的不好打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啊 不但在上演1944年 那个常凯申国民政府的剧本 还在上演1944年纳粹德国的剧本 你想想当年纳粹德国开始是这个 势如破竹的 一直就往苏联就打进去了 但是在这个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中啊 他的有胜力量消耗殆尽啊 这个大批的这个兵力在这个地方损失了 那所以被迫在1944年开始转入战略防御 那德国的战略防御的后果是什么 你防得住嘛 那最终不还是一百千里吗 2024年呢 如果美国继续提供足够的援助 乌克兰他还是能挺住的 那么再往后那就可不好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